而为了因应连日本土新冠肺炎疫情的升温 县政府特别召开了跨局处的防疫会议 县长许正威在会中是特别针对了近日将举办的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赛事 防疫旅馆收支量能等问题 要求强化各项的防疫措施 抵御本县本土疫情 并且能够兼顾全中运赛事来顺利进行 为了因应连日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华林县政府并且在华林县卫生局第一会议室 召开跨局处防疫会议 并且由县长许正威主持 会中主要针对近日将举办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赛事 防疫旅馆以及收支量能等问题进行严议讨论 现在许正威在听取各级组首长分析以及提案之后 则令除了务必密切关注疫情发展之外 随时针对群众运赛事调整防疫的措施 不排除家常人流管制或是室内场馆 改游闭门赛事等可能的措施 建议确保运动员健康以及参赛的权益 除了写主他已经有矫正要凭证进场以外 还要当天还要量体温 除了比赛当时可以多口罩 前程都要带口罩 超过37度半的我们在广外都有搭一个观察站 那他看是不是可以现场做筛检 若是有问题的话他就不能再参赛 这我们就会跟他办理比赛期价 一样滑点这个比赛证明 那现在就是观众 现在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 不然当然所有的观众也一样 进场全部都要检查房卡 都要达完两季 两季分 十名字才可以进场 若是超过路度超过37度 没有达到没有达完 记得我们都不进都不准进场 至于第四天以后是要沿上还是另外找时间来 请办把这个赛事理完 这个部分我们会提醒他们会研究 会跟我们一起同时来发布这个行为 目前我们有在全中医的赛事 目前的这个指引 防御的指引 在防御旅馆量的部分因应接下来可能上升的需求 正在外县市移工在本县防御旅馆部分 在掌握目前已经登陆未入住人数之后 将与劳动部商议停止登陆外县市移工入住 以确保华林县防御旅馆的量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